如果说音乐代表一种品味 那音响就是串起生活的媒介 轻薄机声 犹如书本的外观 再点播一首爱听的爵士亲音乐 伴随让人惊艳的细腻音质表现 或许很适合在意生活情调的你 哈啰大家安安 我是李佑 如同开头所呈现 或许很多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音乐了 有人习惯用音乐开启早晨 也有人用音乐来疗愈一整天的忙碌 那音响呢 它不仅仅是听音乐哦 更代表一种生活态度 我们今天就要来开箱一台 可以完美融入你居家生活的质感音响 就是这台诞生于丹麦 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视听品牌B&O 他们全新推出的B&O BioSound Inmerge WiFi家用无线喇叭 那我们先从外观看起 我第一次看到这台音响的时候 真的有被它的外形给惊艳到 颠覆传统方方正正的音响设计 它长得就像一本书 很有质感很特别 有着北欧系的极简风格 而且厚度只有6.7公分 甚至比部分书籍还要薄 重量1.3公斤 女生单手拿也完全不吃力 如此轻巧的体积 放在家中任何角落都很适合 你不说搞不好人家还不会发现 甚至是一台音响 完全可以当成家中的艺术品来展示 接着我们来细看它的材质 机身采用的是顶级材料手工制成 两侧为天然橡木 中间为无缝工法的柔和织布 上下的部分则是珠光喷砂铝材 我最喜欢的就是顶部按键处的设计 颜色柔和版型简约摸起来滑顺又舒适 光是这小小一台的机身就融合了三种不同的材质 不冲突外还多了份独特的美感 而它的连接孔则隐藏在机身的下方 分别有音源输入孔 网路孔 USB-C电源孔 后方还有贴心的藏线设计 不过小小提醒 这台是要接着原厂提供的电源线才能使用的 所以会比较适合放在定点使用 那既然身为音响 当然不能只有外观啦 我们还是要听听它的声音表现 你们不要看它小小一台哦 它内建有三种独立的高中低音单体设定 让整体声音的散步更加广阔 我起初看到它的时候我想说 体积这么小音量表现应该不怎么样吧 结果一试听才发现 哇它音量大的惊人 我通常只开到50% 就已经觉得超大声 超怕会吵到同事 拿到我们公司一楼咖啡厅踏空间使用 大概40平的大小 声音不用开到最大就很清楚了 而且音质还没有受到影响 直接去试播给大家听听看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它的音量表现怎么样 先来放歌 好现在这不是最大声 开始把它调大 超大声 没有问题 去前面咖啡厅 这边声音也没有问题 上二楼 哇它这声音是连我们二楼都可以听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声音推力不足 是很厚实的 我觉得真的还蛮厉害的 好那这台音响要怎么操作呢 首先你的手机要先下载B&O的APP 进到里面呢 先搜寻到Emerge的装置 两个连接到同个WiFi后 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设置 比如说像是空间补偿 那这个我们待会后面会再提到 接着呢你所有的操作就可以在Emerge本身 或是APP里面进行了 不过因为B&O它APP里面的功能蛮多的 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会需要花一些时间探索一下 不过啊不得不说 它的APP里面的音效调教非常人性化 我直接试用来给大家看 像是它在声音模式的部分啊 就有像是Lounge啊Party的 而且点进去这个圈圈里面 还可以调整你的EQ 你可以根据你的环境去调整不同的音乐氛围 现在直接来试试给大家看 那在等化器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进去做高低音的调整 另外呢它下面在声音设定的部分 你可以选择你的最大音量 避免的音响爆音以外 下面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叫做空间补偿 它会根据你所在的环境 帮你设置最适合房间的音效 如果你在家中想要摆放两台 BIO Sound Emerge的话 你还可以选择立体声模式 或是与其他支援多房间音乐系统的 B&O喇叭多台串联 同时在不同房间中导客厅都能聆听音乐 让整个家都能被音乐环绕 那另外呢在APP中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点 就是它可以收听全球的网路电台 你看连非洲的电台都听得到耶 感觉好像可以透过这台音响就环游全世界 非常的浪漫 那除了APP使用方面外 音响上的操作也很直觉 像是可以开始暂停前后首歌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做调整 如果你想单纯用蓝牙连线也可以 那下面这四个按键就是喜爱频道的快捷键 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 大小声是用画圈的方式 前方也会根据大小声有提示灯的转换 操作起来超级疗愈 OK讲了那么多 我们接下来直接挑集中曲风来试播 让大家听听这台音响的魅力吧 噪色 我們在一起 好 聽完剛剛那些曲風 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呢 整體來說啊 我覺得這台音響 它在中高音表現非常的厲害 不管是在細膩度跟解析度的部分 都很棒 尤其是在人聲的表現上 你會感覺它的聲音很清透 突出很有空間感 然後很靠前 也不會跟背景音樂混在一起 而且它的樂器是聽得出形狀的 不過小體積還是會有 物理上的限制 因為它的槍式比較小 所以呢 在低音表現的力道跟語響度來說 相對中高音就會比較中規中矩 如果要期待它的低音跟大槍式的 音響有一樣的表現 可能就無法達成了 但即便如此啊 以它的體積 有這樣的聆聽感受已經很驚人了 如果你跟我一樣啊 喜歡的是輕音樂流行歌曲 或是一些比較抒情的R&B 爵士樂等等的 又很大意生活情調的 那這台音響就會很適合你 那如果你是偏好重低音 節奏感很強 或是那種 棒棒棒 搖滾式曲風的人 你可能就要透過B&O的App 去調整Bass 或是實際到門市去聆聽 適不適合自己囉 那最後我也把這台 Build Sound Emerge的詳細規格 放上來給大家參考囉 前面有提到這台音響是丹麥品牌 而台灣的代理商是遠寬電信 他們提供了三年的保固售後服務 三年耶 是真的蠻久的哦 這時候應該很多人 就對它的價格感到好奇了 其實啊 有在研究音響的人 講到B&O都知道 其實入手它有一定的門檻 動輒要價數十萬 但近幾年 他們為了要讓更多人 認識他們的品牌 價格有逐漸輕民化的趨勢 而這台的售價是25,900 那我稍微比較了一下 市場同價位的音響來說 有些是外觀沒這麼精緻 有些是聲音表現沒這麼理想 就看你在挑選音響時 音質、外觀跟價格 哪一個是你最在意的 再去做取捨囉 那今天看完這台 Build Sound Emerge的開箱 你有被燒到嗎 如果有興趣的踏遊 也可以點資訊欄 來瞭解更多囉 最後也想問問大家 你在挑選音響時 哪一個會是你的首要條件呢 是音質、外觀還是價格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囉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 喜歡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李友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